娱乐敌眼 18岁的泰国国王在德国与新华一起骑自行车 被欧洲的媒体爆出 这和泰王前几年呢 与施妮娜的恋情发展模式几乎一模一样 施妮娜是泰国国王的第五任妻子 她获得了皇家贵妃的头衔 在去年7月底到10月之间 与苏提达王后共事一夫 这样僵尸的局面令苏提达王后非常的尴尬 贵妃高调又张扬 不服气苏提达王后的地位 两个女人日子不太平 经过一番的运手帷幄之后 苏提达王后好不容易赶走了施妮娜 可现在又迎来了泰王的新欢 这让她焦头烂额 泰国贵妃施妮娜出现在曼谷的一家寺庙中 穿着亮粉色的上衣搭配条纹裹身裙的她 看上去呢喜喜洋洋 似乎已经恢复了被扒出钱的活力 35岁的施妮娜陪伴国王的时间并不算长 而正属于年富力强时期的她能否在负宠后成为妈妈 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虽说泰王马哈瓦吉亚龙宫已经68岁了 但这个年纪当爸爸的人呢也并非没有 而另一边身为正牌王后的苏提达也表现出了 华服的苏提达双手抱着女宝 也开嘴大笑 真是与她平时旅行职责时的礼貌笑截然不同 一旁的泰王呢也流露出了喜爱的目光 不过42岁的苏提达还真是没有生养过孩子 从她抱娃的姿势呢就能感觉出来 她抱的有些吃力 而这样的姿势不仅她费劲 孩子本身也不舒服 但此时泰王就展现出了养娃方面的见多识广 虽说她算不上慈父 但对一儿呢还是挺有经验的 她出手帮助了妻子 拖住孩子的小屁屁 这样娃才不会往下坠 抱起来呢也相当的安全轻松 泰王目前一共有七个孩子 已经41岁的大公主帕查拉吉利亚帕 是她和第一任妻子宋沙瓦丽王妃所生 宋沙瓦丽19岁的时候 就和当时还是王子的马哈瓦吉亚龙公结婚了 他们的唯一一个孩子于一年后出生 在马哈瓦吉亚龙公的强烈要求下 宋沙瓦丽被迫结束了14年的婚姻 而在离婚之后 她的公公也就是以顾泰王拉玛九世 给予她新的头衔 也就是说即使是离婚 宋沙瓦丽也保留了王妃头衔 依然是王室成员 泰王的第二任妻子宇瓦达 曾是一位演员 和泰王理论上的婚姻只有两年 但却生下了五个孩子 就在帕查拉吉利亚帕公主出生的第二年 宇瓦达和马哈瓦吉亚龙公的长子就出生了 之后又有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如瓦达在1994年正式成为泰王的第二任妻子 但1996年她却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逃到了英国 之后只有女儿西里万纳瓦瑞公主 回到了泰国和父亲同住 其他四个男孩和他们的妈妈 都被剥夺了泰国护照和王室头衔 永远的留在他乡 虽说不被父亲认可 但四个兄弟呢还是非常的和睦的 时不时会有铜框照出现 据悉四个人都是学败 均毕业于名校 不过兄弟中的老三的身体状况呢不太好 不久前有消息称 他正在跟罕见的遗传病神经纤维流做斗争 而尽管他的父亲拥有约250亿英镑的财富 但却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马哈瓦加龙宫的第三任妻子 希拉米是公认的美女 而他也为泰王生下了儿子 现年15岁的提帮公 比起四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提帮公呢还算是幸运啊 至少被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但却也不够幸运 他的妈妈在2014年因亲戚腐败 而被迫离婚并剥夺了头衔 知悉已经出家维尼 而希拉米离开王室后 就再也没有和儿子见过面了 近期泰王拉玛时事 马哈瓦吉拉龙宫 邪王后苏提达出席祭拜先祖的仪式 瓦吉拉龙宫身穿军装礼服 苏提达身穿裹身裙 两人都佩戴有多眉的王室宣章 有媒体把泰王和王后佩戴的大项链旗 最杰出查库里王室勋章 说成是珠宝首饰 其实是不对的 最杰出查库里王室勋章 包括项圈 带查库里小垂坠 配有松章 查库里垂坠徽章 尺寸的较小 配有黄色的兽带 佩戴于左肩 三是松章 查库里勋章 佩戴于左肃 最杰出查库里王室勋章 1882年 由仙罗国王拉玛武士设立 纪念曼谷剑士100周年 同时纪念拉玛仪式 大王和王后佩戴的粉色兽带 是最杰出珠拉龙宫勋章的大兽带 该勋章分为四级七类 特级骑士大兽带勋章 由国王兽与外国王室和杰出人物 没有名额限制 由勋章兽带小垂坠 勋章组成 可为领章或肩带玄坠 没有缩小版的勋章 一级骑士 夫人大十字 最杰出珠拉龙宫勋章 限额30名男性和20名女性 样式与大骑士级相同 缩小版勋章除外 可以肯定 太王和王后 这次参加祭祖仪式 佩戴的是一级 一级骑士 夫人大十字勋章 另外太王和王后 会根据不同场合 佩戴不同的大兽带 这张照片呢 他们佩戴的就是 最杰出柴库里王室勋章的 黄色大兽带 大家可以看出啊 苏提达在佩戴最杰出 柴库里王室勋章的 黄色大兽带时 会把珠拉龙宫勋章 用粉色的蝴蝶结 佩戴在左肩的位置 泰国国王马哈瓦加龙宫呢 已经活到68岁 她是一个拎得清自己利益的人 对自己的后宫团成员 进行了综合性的分配 王后苏提达 一个人独居在瑞士 她虽然不是最受宠的女人 却是太王心中最重要的棋子 顺尼娜贵妃获得太王宠爱多年 玩得也最开 但在太王的心中呢 她始终比不了苏提达 就在这两天 泰国国王在德国巴法利亚州 索内比奇尔酒店 发出了慰问信 向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送去祝福 别看马哈瓦加龙宫国王 贪恋后宫生活 但在大小的面子事情上 她还是做得比较妥贴 她王主动关心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身体状况 并向她送去了祝福 马哈国王这次有心了 她在慰问美国第一夫人的时候 不忘主动的带上王后 苏提达 泰国国王的慰问 韩是这样写的 我和王后都十分的关心 您的身体 虽然这只是简单的开头 但苏提达的位置 已经被太王摆到了台面上 泰国国王这样偏心 王后说明她还没有准备 让施妮娜取代苏提达 这下苏王后也该安心了 苏提达王后是空姐出身 她在国王的保镖团里工作了多年 履历非常漂亮 泰国国王需要这样的一位妻子 为她撑门面 同时兼具美貌和智慧 这是35岁的施妮娜贵妃 所不能达到的 施妮娜当年呢 是希拉米王妃的小护士 负责照顾提帮公王子 之后呢才进入皇家部队训练 做了上校 施妮娜贵妃穿衣风格起义 长套着小背心和太王一起逛街 还被媒体拍摄下来 正在必要时会成为 损害太王的一把利剑 就像当年希拉米王妃的 泳池派对一样 泰国国王很聪明 她让自己的王后苏提达保持完美 把个人的兴趣爱好 都加持到了施妮娜的身上 这样呢一旦国王被质疑 偏爱其装易服 那她能将所有的脏水 泼向施妮娜 让贵妃像当年的希拉米 一样做替罪羔羊 因此无论如何 泰国国王都会偏重 自己的新王后苏提达 她在向美国的夫人 梅拉尼亚发出慰问时 代表的是整个王室的形象 这时自然会向外人呢 介绍苏提达 把王后抬到和国王等同的身份 施妮娜贵妃再次被冷落 这是她做妾室的命运 她在后宫中呢 如何争宠 也比不了苏提达王后的 官方配偶身份 泰国国王表面上装糊涂 但心里这感秤呢 已经偏向了苏提达 她不会让后宫出现 双足鼎立的局面 苏提达是名义上 唯一的女主人 泰国国王这个君主呢 做得很容易 她很少出国访问 也很少参加她国的宴会 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 她常常通过发送慰问信的方式 来传达友谊 泰王有皇家助理为她打点一切 不过呢 关键的信息还要广点头 助理可不敢做 马哈瓦吉亚龙宫的主 42岁的苏提达王后 这下得意了 她在泰王的心中不可取代 顺尼娜贵妃赢得一时荣耀 但终不能保一身繁华 王室后宫的女人就是这样 他们努力爬上最高的位置 无非呢 是想要有个稳定的未来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